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词用挺好 因为大陆一般说算计算计太露 设计这很好 设计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 对对对 是新潮的 而且今天咱们聊跟设计有关 您说这个您呢原来是也做过文化部长 现在虽然是下野了 但是文化界还是需要关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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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的文化界 最近呢我感觉在北京吧几乎所有的文化人在家家的客厅里边 都在聊一个什么事呢 卧底 什么特务 什么都在献人 用今天年轻人的词就叫无见道 可能啊这个有很多年轻人不一定了解那段历史 我觉得我可以简要先把这事介绍一下 可以看几篇文章在南方周末上张一和写的两篇文章 另外还有一个署名玉珍的人写的一个叫聂干弩刑事档案 聂干弩啊是当年算是一大文化人了 也写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呢 咱知道有一个反右 很多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右派 王老人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那么反对四人帮呢 绝大绝大多数人都平反了 是吧 而且这个聂干弩呢 他当年是先被打成右派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 六零年还是六二年回到北京 然后呢到大概到六七年就我出生的那一年了 就又给抓进去判无期徒刑 这回是反革命罪 那么现在出来这个档案就是说呀 原来把他送进去的既不是红卫兵 也不是什么警察 而可能是他当时身边最好的天天跟他聊天的朋友 原来这个朋友是负有某种任务的 提着酒瓶子找他喝酒 然后你聊些什么天 私人朋友交谈 或者你写些什么诗拿来跟我交流 全向某部报告 天天像日记一样写 你说过什么话 甚至我觉得这个这个卧底工作做到什么呢 比如说今天王莽是在酒桌上敲着桌子 说这句话的加括号 所以这个人看了之后啊 你像张一和就是写了两篇文章 就说是让他最想不到的是到现在还健在的文化老人 咱们很敬重的黄苗子先生 原来是他当年就是告了很多这个聂干弩的这个秘密材料 另外张一和还写一篇文章就说冯一代 因为张一和的父亲 咱知道是当年的大右派张伯军 他就说想不到冯一代到晚年出了一本叫颤余日记 就把当年呢做卧底的这个这个告密的这个都写出来了 一种忏悔的态度吧 然后张一和就万万想不到是泪下如雨 大汉不止 说当年千天到我们家 见天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好朋友 好叔叔 他父母都对他很好 那么好的人 张一和本人也跟他成了忘年交 就绝对想不到说怎么就是他一直在告密 哎呀我觉得王老师这个您可以感受很深了 这个这个这个话题啊 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因为最近呢我还正好赶上我呀 哎他他他就说他宣传的挺火 我在看一个电视剧 看一个电视剧叫潜伏哎就那孙他叫孙洪雷吧 哦孙洪雷 小眼但是很很壮实很有精神的这么一个一个男人 就梅兰芳也那个演秦山那 我觉得太太太太武了 对了他正好演这个演这个 那是啊哎就是在先是他为了抗日参加了 呃国民党的军统这样一个情报机构 后来他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哎他这个最后还参加了共产党 哎他这个我我就觉得他演的真是相当的好 嗯不动声色嗯哎但同时呢 处理各种危险的事情啊他那张脸儿就叫不动声 哎哎哎哎哎他脸儿也有点不动声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又有些不一样 嗯是吧因为呢那个在这些当事人您都认识吧 呃这您说刚才您说的这些我都不认识 我这个冯一带很熟悉翻译下去翻译 哎哎哎这个啊苗子大叔啊老大哥呀 嗯这也很熟悉哎其他的都不认识 那个您说的那个张一和的文章啊我也没看 但您说的那个文章就是写念干念干呢是吧 我还原来念念干呢我还今天我多认识一段 念干弩的这个就是那个很长的那个报告文字 那个呀哎呦我看了哦这里的对于牵扯的很具体的人呢 我觉得在没有得到那个就充分的查证以前呢 我不愿意说什么哎比如说是不是就是黄苗子 哎这个因为他那个那个报告文学并没有说这个事 那为什么张一和呢当成报告文学 我没有看这个报告据说他是法院工作了很多年 他抄的完全抄下来的 讯讯的记录 但是只有一个他一个人知道 但里边没有谈具体的名字 他没有说具体的名字 那为什么张一和文章里就指名道姓文 那我不知道 好像说了黄苗子的名字 他说黄苗子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聂干鲁啊有几首给黄苗子的诗 这几首诗呢后来都是在政法部门他看到的 他说的到此为止 嗯嗯嗯嗯 包括那些写的报告啊都没有签名 也没有他说他原来想啊问问黄老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他说可是后来呢因为黄老已经九十好几岁了 嗯嗯嗯嗯也住医院了对对对对 他后来就没有去问 他是这么说 是我也看到了 就是说他是某种程度上是他推测出来的 对的对的对对 所以我当时看也有这个 是他都没推测 是读者根据他的行文会有这样的推测 哦 我看张一和的文章好像就是除了黄苗子还有好几个人呢 吴祖光什么等 当然和黄苗子情况不一样 那几个人都是被迫在写检查当中 而且已经涅干弩倒霉了之后 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呢 既和您看刚才说那个就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共时期当特务 呃不一样 现在等于是已经是都是自己人了 所谓的呃好像有点我觉得就是当时的这个政策和体制 就是他挑动群众斗群众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在人都是右派的情况下呃谁来要求进步向党表忠心呃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告密 他是觉得自己在争取党的信任 那比如说尤其是冯一带好像他自己已经反右已经掉下去了 这个时候党出来说了你要做这个工作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我记得呃呃我我我我在王老师写的书里啊 嗯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像我这个没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呢 我就感觉你经历过洗脑一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看到类似的挣扎呀 对好像很相似 比如说冯一代的日记里 也是在写就是说 他可能也有点罪恶感开头 惶惶不可就觉得 跟自己好朋友告密 汇报 可是后来他转变角色了 他觉得我这是向党表忠心 甚至他觉得 我是在为党做保卫工作 他得到了正义感 这里头 首先我们碰到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你举的那个例子非常的好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不会怀疑任何人 如果比如说是打入了国民党的 或者是日委的情报机构 去那做情报做策反 我们有一个什么理论的问题呢 就是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矛盾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是敌我矛盾呢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一贯的认识 认为在敌我矛盾上 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并不重要 关键我是要掌握你的情况 是不是 我要削弱你 我要打击你 这是敌我矛盾 所以 而且刚才提到的两位老人家 我还是 因为我觉得在我没有最后确定 这个事实之前 我不能够那样指认 那样的话 是不符合这个无罪推定 也不符合对老人的尊重的 但是我听说过两位老人家 他们是在1949年以前 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他们都曾经为党做过这一类的工作 有的还做的挺多 情报工作 具体的他们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也无从了解 而且我还知道 有一些恰恰是非常讲人性论 讲人道主义 甚至于在49年以后 50年代后期以后 一直被认为是幼的这样的一些人 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 我可以有把握的说一个人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黄秋云 黄秋云呢 这个57年的时候 他们写的什么次在哪里 他写过一些很尖锐的文章 如果不是邵泉林保护他 他当年早就化成右派了 但是他原来就是做这一类的工作的 他会不会把工作做到您这好朋友 那不会 咱们先去下广告 接着聊 枪枪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这说说到您身上 那我问您个敏感问题 您当年不也被打成右派了 那有没有人告过你的密 或者说你有没有揭发过别人 当然 有 我明确的说有 我回答着你 请你看我写的小说 我的那个季节系列里头 第二卷和第三卷 就是失态的季节和愁疏的季节里 我还特别写到了 比如说那个主人公叫钱文 在他这个对他进行批判的最尖锐的时候 他有一天中午突然跑出去跑到欧美同学会 吃一顿西餐 这是我实际的经历 我跟你说 在那个 因为我心情觉得非常压抑 那我就 就先躲开一下这个被批判的环境 好在没有人跟丁少 也没有人跟踪我 我就跑到欧美同学会 吃一顿西餐 在当50年代 那个时候算是很讲究的了 很讲究的 然后我写这个钱文 碰到了一个女的儿童文学作家 她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一时都想不起来了 写的多了 我这岁数也大了 然后他回去以后呢 就觉得他们俩说的话 很多地方说的都不合适 他就都自个儿坦白交代回报了 这个我要说一下 我是虚构的 不是说我到了欧美同学会吃饭 然后马上找来一个检举揭发的对象 没有 没有 这是我虚构的 我是一个人吃完的这顿饭 但是这个细节我写到 然后写到呢 这个 这个 钱文的自己内心的这种苦恼 一会儿觉得他这样做呢 是正确的 一会儿又觉得这样做呢 可能会害了别人 而那位女的儿童文学作家呀 不像钱文这么懂政治 这么参与政治生活 如果什么事要是发生在他身上 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应对的 钱文再不管怎么样 他有能力应对 他也知道是走的哪儿 说的哪儿 我也有这个 在那个第三卷里头更有这个 我写了大量的这方面的问题 这就牵扯到刚才咱们说到 是这个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你要在敌我矛盾上 你要在对敌斗争上呢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就有一个革命意识 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所以我始终我必须说明 从我个人来说 我不接受洗脑这个说法 谁能洗我脑子 把我脑子拿过去洗一洗 我让他洗 这些老作家 更哪一个都不会接受洗脑的 你想想 他们都是比我年龄大得多 他们都是在这个旧的中国 已经有一定的地位 有一定的财产 都是有正当职业正当收入的人 但是他们选择了冒死去给共产党工作 为什么 是因为洗了脑 怎么洗 那时候政权在蒋先生手里头 那就是信仰选择 洗脑是一个好像被动接受 被洗的 其实它是作动的 我这点倒是您 我联想到一个就是我的上一辈 我妈妈比如说 他也看了这两篇文章 他的反应就是说 他当年也被密告过 被别人告密过 而且有后果 就后来真的被挨整 可是他就说 他说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选择做这件事的 因为他从小 比如说受我外公的教育 他就是说做人要有底线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你不能告发朋友 不能秘密告发别人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49年以前 所谓旧社会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教育 可是在革命后发生了变化 我再举一个沈昌文沈公的例子 他讲过 他说我本人就告过密 我还跟中国人呢 但是我当年 对就是在当时就是50年代 一将到文革当中 可是他说我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可是他说我最印象最深的一个 就是有一次 这个领导跟我谈了一番话 我就豁然开朗了 明老说你知道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在革命中是目的和手段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目的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任何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他说我当时就明白了 就是说其实只要我是为了革命 革命本身是高尚的 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那么我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那么我用这个目标激励我 我做的这些告密也好揭发也好 其实都是有正当性的 从此以后他的心理问题就解决了 他有这么一个亲道德和旧道德的一个转换 我估计咱们这位沈大哥 他说话也把它简单化了 也不会是谈那么一次话 心里就解决了 但是他说那是一个转折点 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你比如说 就是人不要搞不要搞这种告密的活动 这个其实在文革之后啊 这个观念我们就又树立起来了 这很有意思 文革之后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有一个词 这个词而且很有这个说服力 就是说小报告 对 小报 这就是小报告 小报告 我们认为这个打小报告的人呢 是为人所不耻的 对 是不是 而且我我立刻立马我想到那个美国德奥斯卡的那个电影 那个意大利演员演的瞎子 香港叫女人像 那啊 女人像 我也想是电影 对 女人的气味 他就是这样 你不管告什么 他是两个学生 对 但是你告密者 你是抬不起头来的 对啊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nies 决血喷头 他那是你しい怎么回事吗 就等于几个学生一块干了坏事 最后学校非得逼着其中的一个一个人 告他就 他就是死活不告密就把它开除了 对 这个 最好的学生 结果被开除了 美国社会也有这种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接着聊 枪枪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美国的小学生从小孩开始 就我女儿 她们那个同学里边都是有一个 就是你不管是你是欺负别人 还是被人欺负 都是不光彩的一件事 但是比这两者都更不光彩的 就是告密 就是你受了欺负去告密 你也是从包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道德在最底下的 所以他们做过 比如说就跟咱们这个班会似的 每个星期比如说 这些小孩都要除了功课之外 要互相交流思想老师来问了 说你们都有多少人欺负过别人 然后就有几个人举手了 有多少人挨过欺负 更多的人举手了 因为还是觉得我好像受过欺负 但是说有多少人告过密 告过密 没有一个人举手 你这讲的很好 这个是最恶劣的一个事情 但是据说您刚才说的打小报告 据说在现在我们的小学里边 虽然没有当年文革 这个名声打小报告确实是臭了 但是还有另外各种形式 比如说让学生要求进步 你要不知道是当少年队还是什么 你要汇报思想 然后这样我们曾经聊过一个新闻 在一个学校搞这个是为了促进学生互相进步 每个礼拜选一名学生 监督另一名学生的言行 但是不告诉他是谁在监督他 这个道德上它有这个悖论 比如说一个刑事案件 比如说您是政法部门的人 您是警察或者检察院检察官 那么你就希望该告的你全告了 这个案子就破了 这不很简单吗 对不是啊 如果是贩毒 如果是贪污集团 咱们眼前的例子多得很 你说他是应该死不说好 还是我干脆 我又犯不着啊 他贩毒他干嘛 我被逼着他掐着脖子 我给他运了一次 那我当然就应该坦白啊 所以这里的确实是有道德的悖论 但是咱们现在回个头来 就要说到那个阶段 我们现在想起来 我也挺慎得慌得 但是当年呢 苏联比如说 他树立过一个少先队员的一个榜样 这个少先队员的榜样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祖父是富农 他去汇报他这个富农的对党的不满 最后他被他祖父给杀了 但是他祖父的这些行为 我不知道咱们从道德上怎么分析 我觉得也超过底线 对对 这爷爷把孙子杀了 无论如何这底线也够呛 然后他就被树立为全国的少先队员的模范 可是美国人看了以后啊 一看这个故事 他听完以后 他吓得面无人色 毛不死 他说这个怎么能够 世界上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势力呢 怎么能宣传这样的势力呢 美国人呢他这已经是80年代了 美国人见着我就说起苏联哨先队员的事啊 他仍然他激动的浑身哆嗦 他说苏联恕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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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咱们这个其实等于既反了西方的道德 把我们自己老祖宗的 比如说那个论语里边还是什么 也有过说的嘛 就是说子为父为是吧 如果要是你父亲杀了人 或者儿子杀了人 这个家里人都是不要出去告的 这两个好像 这又觉得 咱们国家的刑法 规定 如果要是帮着隐匿 或者是拒绝坦白的话 你有邪从罪 或者还有更重的罪 我这个法律不留 包庇罪 但是据说韩国的法律 因为韩国要学儒家 韩国的法律规定 就是对于属于这种亲子关系 或者夫妻关系 你没有任何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咱们是什么时候 我好像听说过 我相信柜台一定有这个 懂那个韩国法律的 没错没错 咱们传统也接过去发扬光